江南有二乔 河北梵真鞘 中原逢美人 貂蝉第一庙 三国中除出现了很多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外 还出现了很多乱世的家人 比如上面这句诗就提到了六位角色家人 分别是孙策之妾大乔 周瑜之妻小乔 贵阳太守赵范遗双凡氏 曹丕之妻珍氏 袁树之妾逢氏 以及王允的义女 先是董卓后来成为吕不知妾的貂蝉 这六位家人的容貌都可谓是国色天香 清过清成 然而生逢乱世之中 也只能用红颜薄命 再来形容他们的命运了 这些家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他们的夫婿 都年纪轻轻或正直壮年就去世了 其中最为可怜的恐怕要属大乔和小乔 这对姐妹花了 大乔和小乔是东汉末年 卢将军晚宪桥宫的两个女儿 分别为大乔 小乔 乔亦可作乔 故人称大乔 小乔 大乔 小乔长得是美若天仙 再加上秦奇书画样样精通 于是美名远扬 甚至连远在许多的曹操 曹之父子都有所耳闻 当时寄身于原树之下的虎将 孙策 他正领兵攻打江东之地 遇上了年少就和自己交好的周瑜 二人合并一处 开始踏上了创建江东霸业的道路 建安四年 孙策打算攻取荆州 他就任命周瑜为中护军 兼任江夏太守 周瑜跟随孙策一同进军到了晚城 攻下晚城后 他们就听说了乔宫的两个女儿 大乔和小乔 都有轻过之色 于是孙策就对周瑜细说道 乔宫二女虽流离 德吾二人作序 一族为欢 意思就是 乔宫的两个女儿长得虽然好看 但能嫁给我们二人也算不错的了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 孙策自己娶了大乔 周瑜娶了小乔 这一年 孙策 周瑜二人都是25岁 大 小乔在16 7岁左右 三国志周瑜传 从宫完 把之 使得乔宫良女 结果色野 厕自那大乔 于那小乔 孙策是乌城侯 破鲁将军孙间的长子 为继承父亲的一夜 屈身在袁树的帐下 使在他 美滋言 好笑语 性扩大听寿 善无用人 手下的士族都很拥戴他 孙策作战勇猛 为袁树争夺地盘 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后来孙策带领着父亲的救部下 借机会离开了袁树 他要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这使他遇到了年少时交好的周瑜 周瑜很爽快地加入了孙策的队伍 孙策高兴地说 我有了你 大事就可成了 孙策封周瑜为中护军 并拨给他军队 二人同心协力 共创基业 周瑜是卢将军书县人 他的家族大多当过朝中的高官 父亲还当过洛阳的县令 使在周瑜长壮有姿貌 就是说身材高 强壮 相貌俊美 周瑜不仅精通兵法 对英律也颇有研究 故有取有物 周郎故之说 相传当时很多的女子 专门在周瑜面前把曲子弹错 就是为了引起周瑜顾目一事 一对如花似玉的姐妹 同时嫁给了两个英雄俊杰 郎才女貌 英雄美人 这该是何等的荣耀与幸福啊 然而命运就是如此的不公 就在大 小乔分别嫁给孙策和周瑜的第二年 26岁的孙策就遇刺身亡了 刺杀她的是自己曾处死的贝逆臣子 徐贡的三位门客 虽然后来孙策的随从杀死了刺客 但孙策面颊上中了一件 又身负重伤 孙策自知命不久已 这时的孙策已被汉天子封为了吴侯 他在临死前就将基业交给了18岁的右弟孙权 并嘱咐张钊 周瑜等共同辅助孙权守住江东基业 这时的大乔也就18 9岁左右 他作为孙策的小妾 青春守寡 身边只有墙堡中的儿子孙少 迫于孙策的身份 他也不便令嫁他人 事故 从此以后 伴随大乔的旧旨剩下了寒心如苦 抚育遗孤 清登长卷和诵经念佛 一代佳人 竟不知何时凋零 比起大乔而言 小乔似乎比他强了那么一些 小乔嫁给周瑜为期11年 36岁的周瑜就病逝了 十余年来 周瑜东征西战 萧伊盖石 辅助孙权巩固和扩大东吴基业 赤壁之战中与刘备联合打败了北方的曹操 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赤壁之战后 周瑜向西攻取荆州的夷林和南郡 打败了勇猛的曹人 孙权封周瑜为偏将军 兼任南郡太守 周瑜还建议继续向西征伐一周 可惜行军至八丘的时候 就突然病逝了 如果周瑜成功的话 估计也就没有刘备后来什么事了 好在小乔还给周瑜生育了二子和一女 精神上还有些续的安慰和寄托 由于周瑜的显著功勋 孙权也特别照顾他们周家 周瑜的长子周寻 颇有其父周瑜的遗风 他娶了当朝的公主 官拜其都尉 可惜也是英年早逝周瑜的次子周印 也娶的是宗氏之女 分为兜香侯 但因数次沉溺酒色 居公自傲获罪被废 死在了流放途中 周瑜的女儿周磁嫁给了孙权的太子孙登 成为太子妃 可惜孙登33岁就死了 要不周磁当皇后是没有问题的 小乔后来的世纪史料中也未记载 不过推测可能有两种结局 其一小乔继承了周瑜的家产 俯儿养女 又得到孙权的照顾 寿终正寝 其二小乔作为次子周印的家眷 随着次子周印后来的被废与流放 一起过上了流亡的日子 演义中将曹操发动赤壁之战的目的 是为了得到大乔和小乔 有所浮夸和不切实际 莫不说大乔是东吴国主孙权的亲嫂嫂 小乔的夫婿周瑜还健在 这么明目张胆地为了强两位有父之父 就发动战争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演义中还说周瑜气度狭小 最后是被诸葛亮气地吐血而死 这也是与正史截然不同的 大多英雄难过美人观 但美人又何尝不是红颜薄命呢 大乔在十八 九岁左右嫁给孙策的第二年就守了挂 小乔也在二十八岁时 嫁给周瑜的十一年后守了挂 一个清灯是古佛 一个是独守空房 二人命运何其相似 又何其凄惨 唐代大诗人杜木的赤壁有诗云 折记沉沙铁未消 恐怕东吴的两位美人大乔和小乔 已经被曹操占有在同却台了